哈喽,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娜达新视频,那么这期视频呢,也是非常的奇特啊,都是一些多大一啊,市面上看到的所有主播呢,基本上都在啊,然后的话是最近也是视频更新的比较慢,因为直播实在是太忙太忙了,基本上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直播,然后也没有这么打独的怒素材,好了,这也是我们这边运动员的话有我啊 神秘菜鸟啊,大熊,然后PK4,然后还有,呃,2009大九神和群叔叔神,好吧,呃,呃,呃,其实我们这已经打了不少天了,战机的话还行,除了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是负数以外,其他的都是赢得比输得多,好吧,就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是输得比赢得多啊,呃,尤其是最后一天有点惨,嗯, 嗯,啊,这场的话是选择一个影魔,哎呀,我这个英雄还是比较的擅长的,因为我现在也是,虽然说我打多大时间还是很多,但是我总感觉我这个多大技术好像是虐位有点退吧,英雄持得越来越浅,不过也没事,这稍微拉一下显电影刀,哎呦,这攻速不够, 好,并能是帮我推我,帮我消化一波血量,哎,这波好像是开悟来的,但是没有捶出来,好的,还好拉比克也是没有罪到我,然后被S捶的事发距离不够,这波对面的干渴是有点问题,可能他第一时间难不够,第二时间捶,捶距离不够,中间影魔打TS,我也是打过许多场了,影魔小猎,但是如果说的话,打得好的话是,可以反败为胜的, 看怎么打吧,今天的话也是打了好多盘的影魔打TS,互有弹杀,这是选的一场发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盘,对黑的话我们还是打得比较谨慎的,毕竟大家两边都不想输,所以说的话也是比较谨慎,前期的话可能打的是有点比较的那个保守吧, 好,那喜欢就是主播之间互相战斗的话,可以来一下我的那个主播间,都于209,225,啊,209,225也是比较好记,如果实在记不住的话,你可以收藏一下文件夹,啊,我会选出精彩的话来做视频,如果说你有喜欢看直播的话,可以来看直播,还有,午夜挡福利,基本上每天我只要打,呃,对黑的话就,基本上每天打对黑的话, 那通宵的话会放之前的,录的那个的,录的视频,录的视频的,会录像会回放一下的,一般来说我们,最黑的日期,呃,时段是晚上8点到11点哦,哇,好,有鸟吗,我能见,其实打的段是比较欢乐的,真的是蛮好玩的, 除了,除了就是,怎么说呢,除了年贵的时候,容易不开心,其他都还挺好的,对吧,在TLSS压,我压得比较凶,不过我不会给他什么单杀我的机会, 好,这一波耗血的话是,应该是耗到了两下,啊,我前面补导的话也并不是,漏了并不多,还行, 差个眼,往前压一波,哎,他刚回来点我,我怎么没想压一波,他们点了我一下,把我给点怂了,走回躲一下机电, 好,这个时候补刀就逐渐的顺钱了,因为的话,TS的品质的话是比较缓慢,男人跟不上压我,所以说的话,让我随心所有的补刀,毕竟我和他对,对线对了一段时间的话, 我的攻击率会比较高,好,好一下血,他一直想用机电压我,但是他不能机体两连接普攻的话,还是我这里凌波走位,哎,但是他仅仅是抬了一下手, 有没有放T,我看了一下他那男是不够的,那么就算了,这波的话,我是血量被压了,他这里先出的,啊,他这里是先出的那个磨屏, 我则是先出的鞋子,再给自己拿一波也,我这里有鞋子,鞋子加500块,其实打了900块钱,也不少了,他是磨屏, 这波运一个大药,哎,这个加速我有点危险,找机会,这里卡个阴影,转身J,他这里G,我这里普攻,走位,哎,刚好躲掉, 他这里的话,不敢后退,被九神人的传送过来,先知给吓到了,不然的话,我可以在他抬手的剑心里面, 吃大药,来躲过一,来多涨40天血,运气好可以多涨80,一般来说可以多涨40, 关于这个图大药反杀,我今天已经失败了两次了,两次图的时间都不是很好, 今天的直播的话,好,这里在队友的帮助之下的话,是TS先阵亡S, 这样的话,他在前进的节奏可能就没有我顺了,嗯,不过还好, 他的正部应该是没有我多的,毕竟他空服要浪费自己的行走路线, 然后还被我反驳了一些,所以说他可能现在正部可能还没有我多, 虽然来说我这盘正部也不是很多,双方都互相打得无解穷, 这很正常,另外来说中路拼得比较凶的话, 很容易打成,很容易打成这个局面,打成双方互穷, 我这里把魔兵给运一下,不能够让他在随心所欲的耗我那些了, 好,六级, 六级的话,我想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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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完的话,我想去, 我想去控上路服,不知道他可不给机会,他想机器两年, 算了,这波让给他了,上路服的话,我想去控,但是他也想去控, 他的话是没有鞋的,但是他是,VS肯定在等我,我就不去了, 这波,VS肯定在,肯定在等我,让他,果然从小地图上看到VS, 对,纳迪克, 控一个,金钱服,也还行, 我们这边的话,开车是个流浪尖客, 十问,这个英雄发育好的话也比较强大, 有浪尖客的话,其实也,虽然他的技能少, 但是他并没有想象到那么简单, 这个英雄男,只有男在如格切入, 是打第一波还是打第二波, 装备路线的话也是, 虽然说他的装备路线比较固定, 但是先后顺序的话是有天壤之别, 先出点睛还是先出跳,先出封点,还是先出PKB, 都是考验一个十问的玩家的技术, 我记得我以前的十问真的是很强的, 后来这个逐渐呢,我这个英雄又不会玩, 虽然这个英雄没经过什么大改动, 但是感觉这个是有点不够的, 好奇迹了,现在我的发跃也挡不住了, 这个时候队友通过语音告诉我, 说对面的,说对面的那个,那个,那个, 对面的虚空已经点心了, 对面的这盘虚空好像是, 很快就,八九分钟就点睛加那个了, 点睛加加出来了, 这里我连点睛都还没有, 先买一个那个, 先买一个450成熟性, 哎呀,想杀我, 丢了后面,然后接的卡位, 好, TS接这两点的话是, 是法距离不够, 只能接到T5的, 这位耗,耗两跑, 这波还没能够加速过来, 有没有机会,好像没什么机会, 蝙蝠这波开我, 蝙蝠应该有跳了, 混线混到两三级去打野, 八分钟出跳很正常, 这波直接拿过来, 只能两压就压死了, 节奏很帅啊, 我在这话, 也要出点击, 不然刷不过虚空的, 现在比分2比1, 我们有一个人头的优势, 这两个人头都是来自于, 一个是TS的人头, 一个是, 一个是纳比克的人, 哇, 对面的那个, 哦, 我记得他好像是7分, 7分多钟, 8分钟之内就已经, 对面的虚空8分钟之内, 都已经出到了, 点击加加速了, 可以看到我刚刚8分半, 切到他身上, 已经点击加加速, 太快了, 我得刷一波, 刷一波我也快点击, 你看, 假如说我不买这个450的话, 我就是9分钟点击草鞋瓶子, 和点击加速差的钱, 也差不了多少, 以来这里, 阿怪的10分比较凶, 直接是拿到了双伤, 10力对平, 下面还想干, 但是这个虚空假面的话, 发育是非常肥, 我这里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直接对面一套combo配合, 带走了4位, 然后还想杀, 他仗着自己有群鬼盾, 和高属性的话, 是比较的凶的, 但是没有大招, 没有牛人, 应该杀不了我的队友, 我这的话安心的, 先把那个打出来, 安心的先把点击打出来, 点击打出来的话, 以魔刷前进会更快, 好, 刚好点击, 点个击, 然后回家, 回家的话, 然后满状态, 贴力刷来, 继续刷, 前面的话, 以魔是一个比较, 嗯, 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敏捷carry, 一号位, 现在大部分以魔都是属于, 一号位的, 并不是要跳出来带节奏, 而是要队友带着他干, 还不知道他带着队友干, 这里通过S锤子是把对面的大招给骗了出来, 可以看到小乖的装备的话, 也是夹腿, 点金, 加900的面具, 应该是和对面虚空5开的装备, 我的话经济是比他们差一点, 但是比对面的TS也好一点, 刚看了一下TS的装备的话, 是1200球加350的回二戒指, 好, 我也加退编金了, 咦, 这里谁被单杀了, 哦, 先知的走了一个迷路的角落, 九神的话是肯定是想去, 为团队做一点贡献, 比如说去那里飞过去插个眼什么的, 惨遭毒手, 这个仇先记下来, 以后再, 一会再报, 好吧, 我先刷 先刷一会儿 中路的话 这波先可以带掉 这波想推他 先知识传送的过来 但是这波我有点惧怕于 呃 虚空的那个 那个那个 哎呀 有人踢了我第一时间往后撤 你还是吼了一下我 我这里 有点犹豫不决 但是哎呀 就是这个犹豫不决 所以就把我给害了 这一波我有点不够果断 啊 对面第一个人踢出来的瞬间 我就应该不要回头了 因为那个防御塔的血量还有三四百 我是不可能秒掉那个防御塔 但是对面虚空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他大造cd 好了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点害怕了 我就应该直接往后退 这波有点犹豫 反而是把我给害了 他ts刚从这里绕过来 然后刚拆完塔 你先为第一时间 断了一波我的那个节奏 你先为第一时间断了一波我的那个节奏 你先为第一时间断了一波 我的那个节奏 对面刚刚这一波配合比较好 好 无解肥虚空踢到最后面 跳大三人 拉比克这几个人 ts直接踢地点 踢这两年 啊 秒掉 这波稍微断内波节奏 我还好 好 这里 点睛普攻引压 啊 点睛受一个普攻受一个引压收敛 这个刷钱效率还是刚刚的 下一个道具划则是要出bkb 虽然对面有虚空 但是对面的法系伤害也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vsts这种 都很难受 如果说你不出bkb的话 就算纳比克一个贼 就会让你打算输出少很多 我先买个一千的棒子 哎 这波塔 啊 哎呀 没遇到 就是斯文是和 斯文是和那个 冰龙开悟 我这波以为有队友 进去比较深的地方 我就是可以的 啊 再带一波线 而且我现在的话是 技术状比较齐旋 对面第一时间还不一定买到死我 我可以先屁股跳 我可以先屁股跳 我没眼 真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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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帮我眼啊 有眼吗 他让我把眼给中路啊 他说他怕抓 我把眼他给抓 好 对面我们三个人抓人是落空 虚空不知道都在哪里刷 中路现在要推进去了 先打一波远古 哎 别这么怂啊 他妈个逼一个 最后的话是想推上面 现在说实话打团是打不过了 对面这个阵容是决定了 他们前期比较好发挥 尤其是虚空无解别的情况 一旦先手不到这个虚空 让虚空先手 我们这边就加要被灭 队友选择四人推上 我这里是没有1塔并去不了 可以发现了 他去找了 你隐摩跟虚空比 尝不是常在后期 就是 我闪输回野区 队友对 mä 是选择退上的 因为我到不了了 还好他是拿了 哎 可能要留下人 作为代价了 我已经走了 留下了我们的1号位 实问 我们过来退下 诶 这里的话想杀我 我这里 潮汐踩荡了一瞬间我切了力量锤 还有气链线没有 这一波的话 诶 这个梯没有踢到 踢到我就原地要大了 没有踢到算了 我这还是想找机会反杀的 这里先一个sip 再一个插宝 这个插宝是没有插中 因为我这个时候胆子比较小 算了 这波不浪了 先回家吧 这一波的话可以看到我刚刚是准备自治腿刷钱 我看到潮汐踩荡放大了 就切了一下侠腿 刚好就多了那么一丢丢的血 切连血没有死 对面三人抓上 两人抓我 真是搭配比较合理 而我下一波的话则是快要BKB了 等我出了BKB的话对面就很难打了 拨我两分钟 ex2分排 18分排BKB 我还是一个点增 Morcan 扩了一点十分的装备 还可以 十分的话也是快BKB了 我们这边等到我们两把BKB的话,对面的先手就只能,好像只能秒了掉我,而且还不一定 还有是在我开不出BKB的情况下来秒掉我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盘前期的在整个地图上的刷钱,跑位,拿服,刷远古这个节奏 是一个对于隐魔使用的选手来说是个基本功,但是越是基本的东西越要做到最好 都是那种刷野的细节和对冰线的把握,导致你就是会决定你的发育速度 所以说不要小看前期的人头少,其实还是大有玄机 尤其这些盘队友也是非常强力,对面也是很强 对面也都是,呃,都是敌台主播啊,都是平时一起玩的很强 而且关键我和对面,我和对面在一边的时候是虐挺高的 他们经常带我躺你 这波,这边员古也有人 这个也不能让他全收掉了 我,这波直接回家 回家拿到我的,咦,BQB好 18分钟点进甲腿BQB,这个速度的话并不算快 最快的话,这几天打的最快一盘隐瞒的话是16分钟点进甲腿BQB,田野剑 这一盘的话并没有刷到最快 因为前期的话,果刀还是受了一点影响,导致人的手势慢了 反正我,我跟你感觉有没有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的话,要积极地寻找和对面打团的机会了 不能够让对面和我们互刷了 其实互刷的话,嗯,也没有什么弊端 因为我们有两个发育点,比对面两个发育点都发育的要快 我刷的是要比,我刷的是要比虚枫要快 死闷刷的是要比TS要快 这回要找一个,找一个机会 虚枫的话是点金,甲腿,封文,加那个 一键切入装,啊,诺萨之风 13级,我这里比他高一些 不过这个,等级和装备的差距并不明显 他的装备的话,甚至,还是要比我贵一点的 还比我贵一千块钱 蝙蝠刷,刷了个冰,我就一直没有 没有用那个插好,让他R一个 好,这波是可以开悟的 但是这波我们是选择走下去 目前难受还领先 对面两个外塔 哎呦 这波冰农士被抓了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机会 好像并没有什么机会 冰农士肯定死掉了 这波幻想过去的A人 对面这波演艳没反掉 事业比较好 我们只能先缓一波 但是这个盾的话还是不能让的 找到对面降业的位置 对面也不敢打盾 也不敢冲上这个坡 看一下下落能不能上 呼唤蝙蝠过来 应该是有点机会的 他是补了潮汐是补了一个点击手 想和我们拼发语知道刷不过 我们想多个点击手 多个刷钱渠道 这波A虚空910 拉到就死 拉到看能不能三年 直接过来 C 这下我为了求稳的话 我是点开了BKB 这下为了求稳的话 我还是点开了BKB 因为我怕万一炒C 或者是VS TS中在边上 万一 这一炮 万一这一炮被闪掉了 他反死我一个大招 他是不足以杀我 但是不开BKB 就被他的队友接近了 为了求稳 我还是开了BKB 因为我怕万一闪掉了 好 这一波的话 这边纳比克又是支付了 哎 这个锤又是锤到了 好像是一波 哎呀冲塔节奏 但是被潮水发水的刀 踩出四人 最后买活TP 我真正赶紧往角落逃 哎呀 看就被逃不掉了 他的输出比较高 又打出了一个被动力 哎呦 这一波的话 而且病农第一时间不在我身边 病救不到我 好的 这一波的话 我们这边都是残血 这一波冲塔冲得太深入了 被虚空买活包给收了 不过这里大熊是三杀 蝙蝠三杀 后续的话这一波 好的 十分是一个走位的话 十分还差两点难丢锤子 哎呦 就差这两点难没有锤出来 哎不过死了 被骨灰烧死了 这一波还是强啊 蝙蝠还是强啊 这一波还是强啊 蝙蝠还是强啊 对啊 我杀了四个 让人这样 没人救啊 我就怕那个情况 我行吗 对面的TS的话 是出的写进士 我杀了两千多块钱 可以选择出跳 配合队友是最好的 配合 配合蝙蝠或者是冰龙 贴身摇大 都是最好的选择 球稳的话 可以选择出分身 不过我是感觉出了个好一点的 我是感觉出跳到要好一点 进攻性强一点 二十三分钟 点进加特别PKV跳到 局势看起来还是挺稳定的 毕竟并没有被对面打出 那种团灭的被虚空造出多人 打出团灭的节奏 这波对面人张位比较分散 也并没有开悟抓人 也并不敢刷的比较勤 我们这边的话 也是并没有暴起团来 下了这波 我是有TP的 我不是满魂的 来个大哥 来个大哥 我TP好了 我们相知 迫发不够 你应该 去攻击再刷上 我都直接踢下了 这波我很强 十六级 带BKV 十六级满魂跳到带BKV 这波是 暂时看来最强一波 好 这波的话 我们要跳进去打盾了 这个盾的话 是比较轻松的就打掉了 打完盾顺势开窝 5号 直接就抓一波人 我飞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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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往这边赶 直接往那边赶 你却飞了 有点爽 他们直接坐回家了 看到没 那这抓行吗 抓薄 我推了 这波 我直接PKV摇打 哎 摇打的瞬间 是被VS换出去 我第二时间再摇打 然后转身 只能压一下 因为我没有拿 这个VS的 这个换真的是 比较的致命 刚刚的话 如果VS没有换出来的话 我可能贴身大把虚空直接秒了 他大招都放不出来了 但是他把我换了出去 我这里没有蓝 谁炮 哎 有蓝了 又被追起来了 瞬间被追 刚刚差一点 差一点蓝 真的是一点蓝 就差了一两年 就差拉一点蓝 回不上来 刚刚这个VS的换 换得非常好 不然的话 我在人群中间 PKV摇打 那直接就爆炸了 换了一下 导致我没有摇出来 反手被虚空给 没有大猪 啊 下宿门 这波的话 我们这边反而是损失两人 不还好 我带盾还没有死 回家回波状态 这里话 我想 再刷波也 顺便可以等到点击手CD 又可以多补 三百多的经济 这里操作瘦了 并没有点出 并没有用出点击手的技巧 在S他雷瞬间点击 可以得到 额外金钱 加上他本身金钱 刚刚瘦了 所以说只能点小的 不然就点大的了 我可以直接飞鲜手的 你快出门 他打这个龙要挺久的 他打这个龙要挺久的 我带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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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杀他吗 是的 这个潮汐看能不能抓吧 就这波 先知飞过去打断一下 他跳的方向 我这里可以轻松秒掉 先知先飞了 我看能不能 哎 你不打断 不过还好 我这只剩两年 潮汐并不想浪费大招 他会逼死 哎呦 还是放出了大招 我们这边没打住三人 我这里话有比比比的 对面想瞄我 瞄我就瞄我吧 我反正还没有浪费比比 站下还能打 一个锤子的话是虚光用诺莎躲了一下 但是这波TS必死 好的 我这里直接bkb摇大 然后瞬间 跳过去把这个 呃 纳米克给拍死 这个好像是一波追杀节奏 叠两层游就能追了 一个锤 直接秒掉 对面这波是把大量的技能浪费在我的不久盾身上 所以说这波导致他们死的四人 而且的话 先知这波飞的时机飞的比较好 直接让对面脱节 逼了对面的潮汐 放大招也不是不放大招也不是 终于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时间点 嗯 放出了大招 大家跟着我念一遍 撞摘我 大九神 好吧 哈哈 我要编不下去了啊 好了 这波 推波对面的高地 但是的话 这有状态也不是很好算 刷一下吧 潮汐这里有了跳刀 我已经分身服了 这波的话差一点点钱 刷波远古的话 刷波远古 打波大野 就那个了 就分身服了 分身服的话呀 卷出了八百 哎呀 哎呦 调皮啊 这死问 把我的远 这阿怪 把我的分身服一下给戳没了 野怪也没有了 我该合去合床啊 这个时候 就差这个大远古的钱 哎呀 先知这里是被抓了 我没事 我没事 大 大局被抓 无关痛痒 好吧 给了我一个刷分身服的时机 回家直接补状态拿分身服 我到了我就活了 可以飞过去 这个大远古的位置 下来就死了 没翻译呢 我啊 我跟你说 我没翻译 这个时候来播一下 来 这波没翻译 那是他 我也必须要给他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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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看破雾吧 中的都差不多了吧 我还是小时候 我都一直在这 我把他们的带上 我都在这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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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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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TSV拉到直接起巴掌拍死 好吧 对面的中单核心一阵亡 看起来是一波追差节奏啊 多拉米克反应好快 蝙蝠跳拉临的瞬间 动画效果都出来了 他居然跳走 哇 这波双倍 非常强 不过在后期吃双倍最强的英雄还是小小 比瞬间都要厉害 小小后期吃个双倍 比瞬间的攻击力加到高 通常可以加到350到400左右 本身大招额外加150 自身的力量属性有个890 这就是267 然后加上装备有力量的话 再有个几十点 就是嗯 就是那个什么 300多点 再加上自己的激素攻击力 就是将近400点 好 吃一波吃一波隐身 看一下能不能找个将人杀 那米克有跳刀 TS的话是跳刀加板甲 不过肚肉啊 诶 有一个吊单的 VS 杀他 直接普攻 PKB躲锤 然后普攻C 跳这 好的 我的伤害好高啊 插炮的伤害没打出来 他就死了 不过还是通过惯性操作 打出了个插炮 这波杀了一个酱油的话 35秒复活 感觉肉赛刷了 我们也可以去打肉赛 节奏还是比较紧凑了 刷钱 杀人 养不悟 好 这盘的节奏还是比较完美的 虚空特是多了一个BKB 但是多了一个BKB的话 好像并不能够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因为他出BKB仅仅只能躲一个 他这盘按道理来说是不应该出BKB的 他的BKB仅仅只能躲一个流浪的锤 冰龙的大和蝙蝠的大都是无视BKB的 而且蝙蝠的大和蝙蝠的大都是没有抬手的顺发 他没有反应时间开始BKB的 就说这个BKB换成攻击装 可能要性价比较的更加高 这一波特意博中 拉比克挑橘 然后先这出挑挑挑挑出来 我这就直接三下普攻 一个C炮先把他给杀掉 过去看情况能不能突进去 我真的要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感觉要上了 看队友都很稳 该发育的人都有装备 该辅助的人的话 都是身上都是鸡眼鸟 不会断 分工有趣 看一下这波我要找机会切入了 这一波的话 这波推加BKB全部按得出来 蝙蝠的把身上所有的装备用来保命了 这波的话跳没有拉住 跳过去的瞬间是被 给这个TS的纪念给弹到了 好的 这波我是有盾的 虽然我不是很怕 我肯定要去消耗这个防御塔 毕竟只有我 也知道 看下下一步 哎呦 斯文直接是单杀了 vs 阿乖还是脾气不好啊 这一波的话 潮汐跳大 我用BKB躲一下 然后想摇打 但是我怕虚空照住我 直接第二时间摇打 然后跳过去 普攻 这个潮汐 先杀潮汐 后续他抬手我开分身符 哎呦 他第一次抬手居然不是放了T 好了 我是加者的盾 但是还是把他撞在打残了 如果躲了T 他可能现在就死掉了 他想守我的尸 我直接跳出去 再秒这个 这个时候已经双杀了 看这波是不是一波追杀节奏啊 先拆掉一路 六千多块钱 有钱多块钱的话 先把那个 冰岩给出一下 等小鸡过来 出冰岩是比较稳 冰岩打虚空比较好 比较肉 他只要第一时间 免不掉我 开了BKB 他就再也打不动了 点击手的话 也不用点了 反正已经回本了 直接给卖掉 卖掉出一个 给我磨刀缝 先把冰岩给出 然后卖掉出个磨刀缝 这个时候输出已经打到最大话 直接拉住 我这里跳过去 疯狂评为 这个弹是终结了 虚空的大拉特杀 这个弹的话是 导致我这炮 miss 应该是一波追杀节奏 下路VS的话 不想放过他 先是想跳捆 直接跳捆 我跳过去普攻 有冰岩连住 直接秒掉 好了 蝙蝠好像在里面被留住了 我想进去救他 先是这波状态被打残 我看一下这波 蝙蝠开了BKB 在追人 我跳到他们人群身后 疯狂处处 这波直接三杀 好的 还有这波想杀我 我想普攻 前一次放贴雷 瞬间被我顶出了BKB 好 直接尸杀 黏住他 普攻 普攻 C Z X 好的 这波的话 先这是过来 卖了一波 把对面人勾引下来 直接 用自己的血肉之虚 换得了 隐魔的暴走 好 这盘只能说 队友打得好 我只是 这波好像还有 你看队友非常机智的 想让人头 但是对面的TS 只是调适一下我 买活出来 制了个三 好的 这一盘的话 还是比较精彩的 队友都分工有序 而且这一盘的话 也是 队友的各个位置 都打得比较的较格 该刷的刷 该打的打 该辅助的辅助 好吧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 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这里来说一下 我的直播间 20925号的 没关系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